我们做祝福的宣言 愿你平安 你是救活世界的宣教士 以长子的祝福 在二三七时代 恢复万民圣徒吧 今天 我们诗歌班一起唱赞美的时候 然后真的 跟他们一起去默默的赞美的时候 成为了我心里的祷告 真的是完全充分的 一切的 愿此时此刻成为基督 成为各位这样充满完全一切的时间 愿今天这个礼拜 不留下别的 只留下基督 为此而做了祷告 神赐给我们的福音是完全的 而且是充分的 且是一切 今天这个礼拜 能够成为 充满基督 是一切 是完全 是充分的礼拜 能够 实际 在生活当中 显出神的灵力 用神的 明祝愿 明祝愿各位 我们越集中基督的时候 我们的生活 就会显出神的能力 圣三位一体神的奥秘 就会显出宝座的能力 这才是真正的祝福 就是真正的应允 今天所有的一切 愿你们都能够放下 真的 这一个小时的时间 你们因着集中 能够 向着 成为一切 充分 完全的基督 让这一位 成为我真正的主 愿我们的基督 能够写出这样的恩典 再次用的主名 祝愿各位 神让以色列百姓 占领迦南地 那么 因着约束亚呢 在占领迦南地的事情上 过了七年的神度 结果 与迦南地的联合军 征战当中 有了胜利 通过圣经 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的部分 实际上 与 住在迦南地的联合军 征战 然后上一周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 他们得到了 完全的胜利 就是十一章 后面的部分 讲了说 纳地的战争 就平息了 这里面战争 平息说的就是 与联合军的 征战当中 完全得到了胜利 这是非常惊人的能力 也是非常惊人的 神的做工 但是呢 实际上 与联合军 征战胜利 虽然如此 但是还是有 迦南地里面 剩下的一些地区 没有占领 有些人 他们已经是生活在 这个地区的迦南地的人民 生活在这个地上 脚脚落落的人 没有办法 把他们完全都赶出去 这是对于书亚而言 是他人生课题当中的课题 今天本文当中 神又对耶稣亚说 我们可以看到 十三章一节说 耶稣亚连继老迈 耶和华神对他说 你连继老迈了 还有许多未得之地 当时 耶稣亚应该有九十多岁的年纪 对于年迈的 耶稣亚 神对他说 你年纪老迈 然后就说了 你还有很多未得之地 还有很多脚脚落落当中 就是没有赶走的 迦南地的这些各样的种族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还有完全没有征服的地 但是呢 神对于这些地方 让耶稣亚提前去做分配 在六节的话语当中说 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 将这地占旧分给以色列人为业 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他们去 必定会征服 所以神让耶稣亚提前分配这些土地 这到底在说什么呢 将来你们要得到的祝福与应允 还有很多 所以要准备弃米 就是说要完全爆发式的 去准备明天跟未来 这是神今天对耶稣亚所讲的内容 用一句话来说的话 就是 你还有要得的禁地很多 你还有很多要去得到的禁地 所以为了未来 要去准备你的器皿 所以今天的题目叫做 准备我的器皿 以这个题目要跟大家分享话语 问题是什么呢 还有很多剩下的土地 神对耶稣亚说了这样的内容 征服迦南地 是神对以色列已经准备的应允 是已经预言的 要去成就的部分 所以所有的应允 准备成就就是迦南地 我们看今天的本文当中说 还有剩下的 这里面有重要的含义 实际上 神让他们完全征服迦南地 但是这里面却还有剩下的未得之地 在后面的圣经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成为撒旦的火把火苗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内容 神分明说 进入迦南地 会有三十一王七族 要让他们完全除灭这些 通过圣经 我们就知道这样的部分 对吧 神让他们完全除灭七王三十一族 但是在迦南地呢 有撒旦 有黑暗 这是这样的都城 完全除灭迦南地这里面的 三十一王七族 就是完全要征服迦南地 就是说 做世界福音化 成就神的国 为了这个祝福 要完全占领 消灭迦南地 是这样的意思 其实我们的信仰生活也是这样 我们为了享受神的祝福 我们要百分之百顺从神 但是我们也不知不觉 在我们的里面 虽然我们过着信仰生活 但是不知不觉当中 有着这样的想法 做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吧 我们做到这个份上 也就行了吧 信仰生活 应该是百分之百 在神面前顺从 这才是信仰生活 我们百分之九十九 或者说百分之九十九点九 顺从了 哪怕只剩下这下 一丁点的不信仰 这也不是信仰 是不信仰而已 完全百分之百在神面前 神如果说让我们百分之百除灭 我们应该百分之百除灭才可以 但是却还有剩下的 没有除灭的 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 福音就是完全是充分的 是一切 我们知道享受这个福音就可以了 但是不知不觉 有我自己里面 本来就存留的这些东西 我做这个的话 神应该就还会网开一面吧 不可能这样的 信仰是百分之百 顺从 拿着这个叫做信仰生活 百分之十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九十 顺从 然后只剩下百分之十 不顺从 那么这就是不信仰 我们看今天本文内容 十三节的话 当中也说了 以色列人却没有赶足 基数人和马加人 这些人住在以色列中 直到今日 这里面有两个支派 没有赶走 这两个支派 现在在以色列人中 也依然存留 说了要完全的去 赶足 要完全的消灭 但是以色列百姓 陷入以色列的 陷入属灵的安慰当中 所以安逸这里面的时候 就把这些放着 没有赶足 这个后来却成为了 撒旦的道具 让以色列百姓 变得艰难 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说 你要去我所指示给你的地 你要离开你的富家 本族亲戚 要去我所指示给你的地 要离开加勒底乌尔 本是生活在偶像之地的 亚伯拉罕 某一天神找到亚伯拉罕 给他讲了完全神的计划 也引导了他 到了完全的祝福当中 就是史路行传就是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 然后神说什么呢 要让他离开富家本族 持定这约定 亚伯拉罕是离开了这个地方 但是呢 没有做完全的顺从 这个证据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非常清楚的 在创世纪十三章当中 他与自己的侄子罗德 有了问题 然后终于他没有办法值得 让罗德侄子离开自己 当然亚伯拉罕有各样的理由 也有很多的借口 但是呢 神跟他说 要完全离开本地 富家本族 然后亚伯拉罕想了 那也是 再怎么说不过去也是 我的侄子应该带过来 应该照顾他一下 结果因着他的侄子 罗德 亚伯拉罕的仆人 与罗德的仆人有了纷争 所以 亚伯拉罕不得不让自己的侄子 罗德离开自己 但是又很重要的 就是 创世纪十三章十四节 圣经话语说 罗德离开亚伯拉罕以后 在这之后 神有了完全 对于亚伯拉罕的祝福的开始 就是罗德离开亚伯拉罕以后 就是这样的 神在完全查看着亚伯拉罕的心 当他完全顺从神 来到神面前的时候 神就开始祝福他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实 神带着完全的计划 完全的祝福 呼召了他 但是 在不信仰的时间当中 常常是起伏不定 在创世纪二十二章当中 他因着完全的信仰 顺从献上了以撒 当这个时候 亚伯拉罕 有了神完全祝福的开始 对于我们而言 有存留的这些部分 我们信仰生活这个程度就可以了吧 但这个程度的话 神就应该会网开一面 应该会不同的对待我吧 你们要好好去查看一下 你们心里是否有这样的部分 不知不觉 我们里面的属灵的自满 属灵的泄满 属灵的安逸 结果这个成为撒旦的通道 你们要明白这一点 神让完全除灭 就应该要完全除灭 但是因着他们存留的这些种族 结果成为撒旦的通道 然后攻击了以色列百姓 我属灵的自满与安逸 或者说我属灵的这些 懈怠是不是成为问题呢 所以在彼得前十五章八节 说要警醒祷告 为什么呢 你的仇敌如凶恶的狮子 遍地游走 寻找可吞灭的人 各位一定要常常警醒 要二十四时的警醒 凶恶的撒旦是二十四时的活动者 这撒旦就如同凶恶的狮子 遍地游走寻找吞灭的人 所以我们要常常警醒 在马太福音十三章 二十五节当中 说 农夫收了这些稻谷 但是这麦子里面还有 败子 没有中败子 但是却有了败子的成长 该怎么样把这个败子除去呢 在二十五节有重要的话语 说什么呢 在你们入睡的时候 这些冤仇就过来撒下了败子 如果我们不警醒的话 凶恶的撒旦 就会在属灵的安逸当中 属灵的自满当中 让我们陷入在这里面 属灵的撒旦是不知不觉 就在我们里面种下这些败子 所以我们要常常 要做属灵的征战 要能够去警醒 在迦南地的 三十一王七个种族 我要完全除灭 但是却留下了这些部分 就是说我们信仰生活当中 不知不觉就说 我这个程度可以了吧 我这个份儿就行了吧 不知不觉我们就因为这一切 然后跌倒 所以各位要铭记这一点 今天本文三节当中 讲了这样的部分 叫以格伦 在世事记三章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以色列百姓 在神的面前行了恶 但是我们的神呢 然后让以格伦这个民族 强盛起来 让他能够去敌对 以色列民族 我们可以看到 以格伦这个民族 是他们存留下来的 神让他们完全除灭 但是却存留了以格伦民族 在最后以格伦民族 在决定的瞬间 因为以色列百姓 陷入骄傲当中 神让以格伦这个外邦的民族 强盛起来 神让以格伦民族去攻打了 神所拣选的民族 以色列民族 但是后来我们可以看到 以格伦民族 于以色列民族 后来以色列民族 被以格伦 完全支配了18年的程度 而且在以色列民族面前 有一个巨人 过来谩骂神 在40年的旷野当中 让以色列百姓 完全陷入恥当中 这个巨人是哪里的人呢 就是格利亚 他是什么地区的人呢 他就是加特之地的人 今天三节当中说 加特这个族的人 他们也存留下来 在后日必定成为 撒旦的通道 让我们被击溃 你要铭记这一点 今天加特族 还有以格伦族 都是存留下来的族 还有亚时基伦 亚时图人 后来他们也让以色列百姓 有了问题 所以对于我们而言 某一方面来说的话 如果我们有困难的话 这就是我们的失误 如果我们有危险的话 不是我们的无能 而是我们里面的不信仰 这是属灵的安逸 凶恶的撒旦 必定会通过我们的不信仰 攻击着我们 所以各位 你们的品行很好 当然也很好 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习惯 和不一样的特征 如果你有什么好的性格 也很好 但是呢 不好意思 有可能你的性格 让别人看起来 觉得让人很讨厌 但是我们不可以让他 成为撒旦 去攻击的道路 有的人看起来很勤劳 有的人看起来 没有办法很勤劳 对吧 有的人在某一方面很积极 有的人也变得不是特别积极 这样的状态也有 有的人说 只要做就行 有这样积极的一方面 有的人完全是否定性的 不管怎么样 就是没有办法做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不可以让他成为撒旦的通道 为了不成为撒旦的通道 该怎么办呢 要常常在圣灵的充满当中 进入福音里面 不管是否好坏的习惯 或者优点 缺点 但是 只要领受圣灵的充满的话 就不会成为问题 有优点的话很好 对吧 但是哪怕有缺点 只要领受圣灵的充满 这个缺点也不会成为问题 哪怕不好的习惯 再怎么不好的这些习惯 如果我真的能够在圣灵充满当中 进入福音里面的话 就不会成为问题 再怎么好的优点 再怎么好的习惯你们拥有 也是 如果不领受圣灵的充满 这些好的优点习惯 反而能够成为撒旦的通道 你们要明白这一点 所以 我们真的应该祷告 圣灵充满当中 完全进入福音里面 要完全进入福音里面 特别是对我们自身 还有剩下的撒旦的通道 到底是什么 我们需要去检验一下 对于自身要去做这样的检验 我们的家庭 在恢复福音的这个过程当中 恢复福音的话 就一切就会变得兼立起来 在这些被兼立的过程当中 我们常常进行要去进入福音 圣灵充满之中 但是 在这个被建立的过程当中 有撒旦做工的可能 而且福音在现场恢复的 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场如果福音恢复的话 撒旦就明白自己剩的日子不多 他知道自己的时日剩下不多 这个撒旦就会挣扎的去攻击 我们自身也好 我们的家庭 还有我们的现场 当福音恢复的程度 凶狠的撒旦 就知道自己所剩的时日不多 所以就会去攻击 那么这个时候 软弱的人 软弱的部分就会来攻击 所以我们要常常 警醒祷告 要常常因着圣灵充满 进入完全的福音里面 对于我们而言 我们常常要自身去看一下我们自己 如果我们圣灵充满的话 就没有关系 对吧 但我们圣灵没有办法充满的时候 我这些薄弱的部分 就成为我们的想法 不知不觉让我陷入 薄弱里面没有力量 然后成为撒旦的通道了 特别有属灵问题的人 拿着属灵的部分去争吵的时候 就发现是这样的 真的因着圣灵充满 进入福音里面就可以了 但是不知不觉 因为这方面没有办法形成 瞬间瞬间 我里面已经有了 撒旦能够去玩耍的这些部分 所以这个部分又来攻击我 所以我们要常常 在圣灵充满当中 完全进入福音里面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够让完全过来 不断骚扰我 攻击我的撒旦屈膝 当然撒旦也会妨碍你们去教会 他有的时候会许可你们去教会 这是最重要的 让你们不知道基督 让你们做一切 但是唯独让你不知道基督 这是撒旦的作为啊 而且他虽然也可能 不让你们做礼拜 但是在属灵里面困难的部分 有的人他们本来就没有办法 去正确的献上礼拜 哪怕是你献礼拜 让你措施重要的部分 这就是撒旦 这是什么呢 就像我们看一下 该隐的礼拜 有的人也像该隐一样献礼拜 他们来到礼拜的场所 重要的就是 他们却措施了神 重要的应许 写记 基督 有很多人献着该隐的礼拜 这就成为绊脚石 是撒在了存留的部分 为了让我们跌宕 而且说的很对的话 这些也很好 教会里面说的很优秀的 这些言语也对 但是这些对的 或者说这些优秀的 这些却让我们变成了极限局限 这些说的对的 有名的 让我们面临局限 会不知不觉 在我们里面种下不信仰 民数记13章14节 有这样的内容 十个探子 然后去到迦南地 做了这些侦探之后 他们的报告 说的都很对 虽然说的是很对的 但是结果怎么样呢 却让人陷入局限 结果种植不信仰 成为撒旦的骗术 所以我们真的 进入胜利充满 要进入完全的福音当中 才可以 民数记13章当中 听到这些报告之后 14章内容 民数记里面的 这些以色列百姓 他们都痛苦流涕 因为心里面有了不信仰 他们在痛苦当中 说什么样的话呢 我们要树立另外一个指导者 要回到埃及地 神是为了让我们 死到这里来 引导我们的嘛 所以我们要另外 树立一个指导者 要回到埃及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样的程度 不信仰被种植 这是撒旦的作为 不是说的对 就应该去做 不是说的很有名的言语 就应该去行 而是我们真的要进入 完全的福音当中 因着圣灵充满的 一句话一句话 都能够救活人 如何不然 只能让人跌倒 各位要明白这一点 现场没有福音 在没有福音的现场 活在这样的世上 没有办法能够听到 正确福音的这样的世上 拿着世上的这些部分 来到教会 拿着世上的这些部分 成为教会的基准 雄伪的撒旦 在最后末世的时候 攻击教会 就是拿着这些部分来攻击 现场没有福音 现场没有办法能够听到福音 但是呢 在这样的现场 世上的这些 人们拿着这些部分来到教会 真的很抱歉 教会们 因为这些成为基准 这就是撒旦的骗术 所以我们要常常 进行祷告 真的要进入圣灵的充满当中 要完全进入福音里面 不然撒旦就拿着这些细细微微的 小小的 根本都不值一提的这些部分 让我们没有办法看到神重要的计划 所以在以弗所书四章七节 以弗所书二章四章二十七节 魔鬼怎么样呢 让我们没有办法去 怎么样呢 没有办法进入神所做的 不知不觉 我们就会被这些不值一提的 鸡毛蒜皮的 在我们认为是一文不值的这些部分 但是撒旦会成为 把这些部分变为缝隙 钻缝 所以我们真的要进入完全圣灵 充满进入福音当中 迎着你们完全进入福音当中 不仅魔鬼没有办法成为你们的缝隙 而且像罗马书十六章二十节 用主的名祝愿 各位能够让魔鬼完全屈膝 享受这样珍贵的祝福 所以为了让魔鬼能够屈膝 我们不要快快地去判断 不要着急地去做定断 我们拥有这些问题 有的时候你们觉得很重要 但是在神看来呢 我们的这些问题 我们认为很重要的这些部分 神却认为我们更重要 我们认为的这些问题 我们觉得这个问题很巨大 但是神呢 在神看来 神的计划是更大的 所以我们无论什么样的情况 哪怕是问题状况前 我们不要快快地去做任何的判断 如果不知不觉 我们就会被撒旦欺骗 除了传福音以外 别的没有必要去着急地做 在历史已经做了见证 这世上的真理 只有基督 只有福音 任何一些都不可能成为真理 哪怕说的是对 也有可能是错的 所以呢 我们随着选择当中 不要做快速地判断 这个时候三大就能够去吸 错误的人 你们也真的去帮助他们吧 只有这样他才能够改正 如果去指责这些错误的人 他们会更加犯错 我们不是说这个错的是对的 而是这些错的人 我们要去帮助他们 让他们能够胜利 如果他们真的错了 我们要去更加爱他们 要去安慰他们 让他们改正 只有这样这些错误的人 才能够走正确的路 而且还有这些坏的人 是吧 你们也许认为有些人很坏 那么这些坏人 愿你们真的能够去饶恕 只有这样 他才能够从这个错误的道路 回转 能够正确前行 也许有的时候 你们心里面有一些 你们无法能够容纳的人 哪怕这样的人 也要去包容他吧 去包容超越吧 只有这样 这些人才能够正确的领悟 走正确的道路 难道不是吗 或许有什么问题吗 愿你们感谢吧 为什么呢 因为有答案 因为你们得到了应允了吗 那更加要感谢 我们得到应允就以为结束了 不是了 得到应允之后 你们要更加感谢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要不可错失的部分 我们不能恢复感谢的时候 我们就会错失真正的应允 所以一切不要快快地去判断 错误的也不要 我们不说错误的没有关系 而是说这些错误的 我们要去安慰 要去更加饶恕 他去夸张的时候 这样的话才让撒旦屈膝 坏人也是 我们如果没有办法包容容纳他的时候 这些人反而就更加会失败 所以我们要包容他去 为他祷告让他走正确的度 这样的时候是撒旦屈膝了 所以各位真的 因着我和各位在圣灵充满当中 进入完全的福音当中 愿各位 通过我自己存留的这些部分 能够去恢复真正的这样的时间 如果还有剩下的部分 我就想说 原来神这样 通过这样我的圣灵中 让我完全进入福音当中 我们等到事实去前行就可以 今天我们的诗歌班 唱着赞美 基督的福音是完全的 是充分的 是一切的 真的就是这样 神赐给我们的福音 是完全的 是充分的 是一切 是唯一的 是绝对性的 真的知道这一事实去享受 越享受的时候 某一方面 就发现一切都是不需要的了 你们如果说 知道福音还需要很多其他的话 那么其他的这些部分 最后就让你们变得很艰难了 会让你们受损的 要明白这一点 所以保罗说这样的话 知道基督之后 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 粪土 大卫也说了 知道基督之后 没有什么可知道的了 所以在十篇二十三篇一节 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不至缺乏 他说他自己有什么缺乏吗 福音就是完全是一切 是充分的 是绝对是唯一性的 所以 真的知道耶稣就是福音的话 那么一切就不需要了 这就是知道福音了 什么是完全的呢 因着基督的名字 赐给我们 这是唯一性的名字 创世纪三章 因着离开神 在最诅咒 撒旦命运当中陷入的人生 能够解决的答案 神就赐个完全的答案 创世纪三章十五节 女的后裔必定会伤蛇的头 这女的后裔已经来了 就是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节 他以基督而来 所以彼得 领悟着基督告白说 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 可以靠着得救 赐给我们基督的 这个福音的名字 是唯一的名字 没有别的名字 不是赐给两个三个 而是唯一的名字 只赐给了我们耶稣的名字 对于我们而言 基督的做工 是我们完全无限的 就是我们的基督的名字 所以保罗告白说 在罗马书一章十六节 我不以福音为耻 这福音是对于信的人 是神的大能 就是这样的 基督的名字 今天也是 把在创世纪三章的 我和各位当中救赎出来 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让我们得救的名字 因为他的名字 我们本是活在罪于诅咒当中 但是以生命 以圣明的律 让我们能够得到释放 这是唯一的基督的名字 所以罗马书八章二节 让你从罪于诅咒 当中得到完全的释放 是让我们得救了 能够得救的名字 就是基督的名字 当我们持续这个名字的时候 此时此刻 地狱的背景就已经改变了 天国的背景成为我们的背景 宝座成为我的背景 我们死完之后去天国 不是这样的 而是活在这世上 能够享受天国的祝福 宝座的祝福 我们是这样的身份 这就是救赎的祝福 已经临到了我们 这已经怀抱在基督里面 所以基督耶稣的名字 不仅有救赎的奥秘 还有生命的福音 约翰福音一章四节 这里面就有生命 是世上的光 基督就是生命 就是光 他临到我们里面 所以约翰福音 一章二十六节 我就是复活 我就是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到父那里去 我就是复活 我就是生命 信我的死了也是活着 活着信我的 就永远活着 因为生命的主在我们里面 所以任何的问题 都是机会 而且这生命 因为这生命 没有谁能够断绝 我们这生命的关系 是罗马书八章三十的 三十九节的内容 因着基督的名字 我们得到了生命的福音 它是我一信的福音 是救赎的福音 因着耶稣基督的名字 我们得救 因着耶稣基督 我们能够得到 基督里面的生命 因着生命的我和 所以在人生当中 能够拿着耶稣基督的名字 做一切的解决 所以愿福音 十九章三十节 说都成了 都成了 是说什么呢 你们所有的问题 你们的钱 进的脚步当中 因着基督的名字 能够全部得到解决 能够解决一切的名字 因着赐给我们 耶稣基督的名字 这就是福音 重要的就是 你们享受这些事实的程度 能够征服一切现场 所以今天本文话语当中 耶稣基督 神对他说 要预先分配土地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必定会占领那些地 所以要去分配 还没有去占领那些地 但是神却让耶稣基督去 拿着这些土地 做体现的分配 让它们成为自己的产业 为什么 因为必定会占领啊 就是这样的 我们真的因着福音 完全充分 是一切的时候 越明白的时候 我们实际上的生活当中 就能够恢复 所有的一切生活 我们也就能够去征服 问题是什么呢 在这世上 你是征服还是被征服呢 很多的人 因为基督的名字 已经赐给我们的 这些基督的这些祝福 但是没有办法去享受 神已经准备了一切 也没有办法享受这个祝福 所以被征服地活着 或许在座的各位 有什么问题吗 将来我的未来 神因着基督 已经全部准备了 愿各位带着这样的确信 因着使用基督的名字 在所有的现场当中 能够去征服 享受这样的证据 和祝福用主的名祝愿 各位 今天以色列百姓 神对于约书亚说 要提前去分配成为产业 就像今天预定的话语一样 要知道已经赐给我们了 拿着基督的名字 去征服 在你的脚步当中 享受这一切的 做工祝福用主的名祝愿 各位 本论第二点 我们真正的基业是什么呢 虽然今天我没有诵读这一部分 但是在33集有这样的内容 只剩立位支派 摩西没有把产业分给他们 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是他们的产业 正如耶和华所允许他们的 就是我们非常清楚的 通过摩西 分给每个支派产业的时候 没有给立位支派产业 为什么呢 因为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 因为神成为他们的产业 所以没有分给立位支派产业 再次说明的话 今天我们的产业是什么呢 我们的产业是什么 在我们知道这之前 神树立各位在这时代 成为属灵的支派 立位支派 所以我们今天的产业就是 耶和华是我们的产业 所以看今天的本文 十三章十四章不断地去诵读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以色列百姓有各个支派分配的土地 然后在这个土地做这个标示的时候 然后说这个是要赐给谁谁谁支派的 要赐给谁谁谁支派的 有这样的内容 那么产业说的是继承人 对吧 他们能得到支派的产业的分配 就是说他们是继承人 那这个里面的产业 超越了继承者这个身份 圣经里面所说的产业 已经超越了继承者这个单词的成分 我们看路德纪当中 在路德纪里面讲了 说能够得到产业继承的 这里面所说的是 救赎者弥赛亚是一个完全相通的贪词 能够得到救赎的产业的 就是能够得到神所预备的地 但这是完全相通的一个意思 所以今天所说得的产业 并不是简简单的是继承者的意思 而是能够把神应许的接力棒 传承给后代的人 这讲的是这样的内容 就是这样的 神对亚当与夏娃通过基督 让他们能够做世界福音化 赐给了他们应许的接力棒 创世纪三章十五节 抓住这些应许的接力棒 我们可以看到亚伯 亚伯拉罕 亚各 他们又把这些接力棒传达给后代 因为他们不断的传达 所以他们聚集在马可楼家里面 完全祷告的初代教会 因着这些圣徒这些门徒 神把这应许的接力棒给了他们 可以通过圣经我们可以看到 在每个时代做福音运动的这些人 神把应许的接力棒给了他们 再次跟大家说明 这里面的产业 已经超越了继承者这个概念 而是抓住神应许接力棒的意思 亚当与夏娃抓住了这一部分 传达给了亚伯 传达了亚伯拉罕 传达了亚各 结果在历史的时代的当中 他们传达了亚伯拉罕 然后传给了马可楼的这些人 120名圣徒与12使徒 结果通过教会使我们可以看到 神把这些应许的接力棒 传给了这些做传达运动的人 所以今天我和各位 因着基督我们持续的世界福音化的应许 那我们就是站在了这些 应许接力棒的队列当中了 神赐给我们的祝福 就是我们能够去得到 继承产业的祝福 今天我们站在这个位置上 这是神赐给我们的祝福 我们是得到产业继承的人 我和各位 我们拿着基督世界福音化的接力棒 拿着这个产业站立的人 那么我们拿着这个祝福 要做的事情就是 把这祝福的接力棒 不可断绝 不可让他们陷入别的地里面 要传达给后代 这是祝福 这是我们的使命 享受这应许的接力棒 为后代抓住这一点 去做的事情的时候 神把一些祝福会汇聚给他 我们持续的应许的接力棒 就是世界福音化 就是产业的继承者 直立位之派 耶和华就是他们的产业 所以我们 属灵的祭祀长 立位之派 就是我们要持定的 应许就是以马列里 与世界福音化 持定的应许 我去享受 要把这事 传给我们的后代 那么神会把一切的门都打开 我们做话语的总结 通过今天的话语 我们还有剩下的是什么呢 再次说明 如若不受圣灵充满 那么我们里面的这些绊脚石是什么 所以 因着福音 有完全征服 当你们去发现 还有很多要去整理的部分 占领的部分的时候 那么神就会赐给你们 占领一切的祝福 因着完全的福音 还要去征服的 还有剩下的这些部分是什么呢 因着你们发现这一点 在所谓的现场当中 能够去救活 能够去征服 用主的名祝愿 给我们享受这珍贵的祝福 为此神呼召了我们 让我们享受 与同君尊的祭祀 所以真的 作为 能够承接以色列 以马内利 与世界福音化 产业 继承者的祝福 神把这些都赐给了我们 那么我们和各位的脚步当中 因着神 赐给我们的祝福 必定有圣灵的祝福 用主的名祝愿 各位享受 这一珍贵的祝福 在这本周里面 现在解决我们人生 一切无论的主耶稣 基督的恩典 神无法言语的大爱 圣灵的内住 与做工充满 在圣灵充满当中 进入完全的福音当中 准备我的器皿 愿能够 在担当神 祝福被护召的 这些门徒的头上 学传导的人头上 在他的家庭产业 所有地教会 还有宣教地 线上做礼拜的一切现场 与我们教会之上 从今世上永远 常常同在 阿们